在傳統戰爭的模式上 炮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驅射武器 而這個武器在落彈點跟彈道的計算上面 炮秒守就變得非常的重要了 不過現在的炮彈變聰明了 有一種智能炮彈 你只要砰個打出去 它甚至會選定地點 它甚至可以選定方向 它還可以選擇爆炸時間 智能炮彈它首先出現的戰場 就是美國第一次打波斯灣戰爭1991年 什麼智能炮彈1991年就出現了 1991年它就出現 那個時候是用空軍 是用空軍 它用滑翔導引的方式叫做GBU-15 滑翔導引的叫做智能炮彈 那它滑翔導引 因為空軍你要進入它的防區 那你就有很大的問題 你要受到它防空導彈的威脅 那從這個以後 大家對於炮兵的觀念完全改變 就是說我假如發射導彈 我發射巡域飛彈都是低音速的 或者是亞音速的容易被攔截到 而且我的成本又高 然後我要發射地對地導彈 好比說M9 M11的話 你又會受到TMD系統的影響 你也會把它攔截下來 但是炮彈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炮彈攔截下來 因為炮彈打出去你根本攔不到 除了攔不到 它出速射速都很快 還有一個它有平射驱射 所以你要去找到它的話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以色列可以攔截火箭 美國TMD系統它可以攔截導彈 那也可以說攔截從空中發射的巡域導彈 但是唯獨現在的炮彈 你根本攔截不到 因為它出速很快 它出速都是比所謂的低對地導彈 還要來得快 況且它在大氣層之內 你大氣層你要去伸收這種叫做中端導引 叫做智能炮彈是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由一個彈體 彈體裡面它有母彈 還有發射裝藥裝置 那更重要的是它的彈頭 它的彈頭可以裝時間隱性 裝雷達隱性 裝紅外線隱性 那甚至於可以裝電視 小電視 就是我們講的針孔攝影機的那種 所以它的彈頭已經變成多功能了 它完全不是傳統的彈藥了 它除了不是完全的傳統彈藥以外 它更重要的它爆破的裝置 它的威力是非常驚人 它主要打四個目標 第一個打測防機關 所謂測防機關的話 就是讓你發現敵人在山谷後面 你怎麼打它 就用這種炮彈從空中爆炸 然後殺死第二個對付裝甲部隊 我炮彈飛過去山頭之後 我的炮彈再降落下來 接下來滑翔的降落 就像畫面中一樣 對 滑翔的是那個下來 還有第二個它對付裝甲部隊 裝甲最脆弱的地方是那邊 車頂 第二個裝甲部隊 第三個還有什麼部隊 炮兵部隊 炮兵部隊啊 炮兵 我可以反炮兵 我可以反炮兵 當我發覺你炮兵部隊 一定是在裝甲部隊的後方的時候 我也可以發射這種導彈 也就是說我炮彈打到你的炮兵 營底上的時候 你的炮兵就被我摧毀了 我只要把你人打死 你放一大堆炮 你也沒有用 好 這個是炮兵部隊 還有一個是哪一種部隊 就是我們講的叫做步兵部隊 那所以智能炮彈大概只有五個國家有 應該講起來是六個國家 是中美英法蘇 還有一個瑞典跟德國七個國家有 什麼 連瑞典都有啊 瑞典是跟法國合作 好 那德國是跟英國合作 應該講是德國幫助英國怎麼做 那現在最後一個國家它發展出來智能炮兵的是哪一個國家呢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發展出來了 因為中國大陸它的炮兵它是全球世界第一 第二個它有全球最大的炮兵師 然後第三個它有最大的戰備狀態 現在中國大陸它發展炮兵叫做大炮兵主義 它可以用什麼火箭彈 有四洞六 三兩洞可以打200公里 口徑這麼大 它口徑這麼大 它可以取代導彈 因為你導彈是有TMD 但是我用火箭炮 我發射這種智能彈藥的話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而且我這個彈藥的成本 比這導彈還要便宜 還要便宜 除了便宜的話 它射速太快 它的射速快到 連美軍都沒有辦法預防 這樣子它只要把這些炮彈通通放在